牛磅 牛磅 除了用來切絲醬炒 或者用來泡茶做茶漬飯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今次我會加上不同的新鮮蔬菜 它的味道 必然會令你會生美少 我今次會用四分之一的洋蔥去醫治後再切絲 記住不要skip洋蔥這個材料 它正是味道的關鍵所在 我會再切一些番薯 這個是蛋黃色 炸完後好像薯條般鬆化 我再用甘筍切片後再切幼條 這樣就可以增加甜味和口感了 我用10湯匙的天婦羅粉 再加同等份量的水 攪拌均勻至無份粒為止 不要太濕 我要它像這樣 這麼有拉力和彈性 將牛磅絲 番薯絲 洋蔥絲 和甘筍的柚條 買賣進去 再加少許鹽和糖 醬汁方面很簡單 我加了8湯匙的水分 4湯匙的冷麵汁或煎魚汁 1湯匙的蜜糖 再加1.1茶匙的柚子胡椒 相信我 這個配搭很完美 很容易 記得油要燒得夠熱 不夠熱的材料就炸不起 吸好油 就會很油膩和重身 這道菜式 甘香味甜鬆化 醬汁甜甜 還甚至有柚子的香味 每一口味道都來得很自然 有時候 偶然吃少許香口也不錯 再加一口 再加一口 或者再加一口 有一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